第一個就是我們其中基本上就是以評量的方式 我會給各位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主要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你要使用以色列的函數解決問題 第二個就是利用上個禮拜講到的樞紐分析表 就是利用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做樞紐分析 也就是把那個資料變成一個很好理解的一個結果 一個統計結果 那你可以用表格形式呈現 你也可以用圖表的方式呈現 那這樣的好處當然是很直覺 說現在誰喜歡看一大堆資料 看一大堆數據 那你要怎麼樣能夠在這麼大量的數據裡面 找到那個很簡單容易理解的一個分析結果 那當然就是我們其中評量希望你做到的 那只是說要做什麼資料 那我當然我想了一下 其實最好是能夠跟各位生活有關 或者說你可能身邊發生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的資料裡面 所以其中報告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後面會有個練習 就是我利用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應該蠻好找的 你可以在Google上面找一個叫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 你打開放資料 那如果你打開放資料這個關鍵字的話 按搜尋 那它就會找到什麼 你按開放資料Enter 然後第一個就是政府的開放平台 那這個政府開放平台裡面 其實就有很多的那個像 類似Excel的這樣的一個檔案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拿這個來練習 那你說可以拿來練習什麼東西 第一個 比如說我想知道一件事 到底那個什麼 比如說這邊可以輸入關鍵字 那比如說我想要知道某一個訊息的答案 比如說像假設台北市好了 以台北市當例子 台北市的那個這個治安 到底最近幾年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那怎麼知道 所以我就想說 以一個當指標 什麼指標 就是它的那個住宅的切到的數量 是否變多還是變少 所以待會請各位 先在Google查一下叫開放資料 或者你可以記一下 叫什麼 這個資料開放平台也可以 不過開放資料比較好記 開放平台也可以 然後呢 進來之後的話 在裡面做第二次搜尋 搜尋什麼 比如說我想要去查一下 住宅切到 那當然這邊的話 除了說有台北市的之外 其實好像還有其他現實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那不過我這邊是以那個 台北市的當成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範例好了 那這邊你可以打一個住宅切到 關鍵是就打這個好了 那看一下這個開放平台裡面 有沒有相關的住宅切到的資料 你按一個搜尋 那你會發現 它得到的結果第一個 它是台北市沒錯 但是它是汽車 可是汽車顯然不是我們要的 那第二個的話呢 是台北市的也是切到 但是是自行車的 不是我要的 那第三個才是我要的 有沒有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 點位資訊 那什麼點位 意思應該就是說 這個切到案件發生在哪裡 所以底下會有一些敘述 這個資料是什麼時間 民國104年的1月到 今年的8月 所以如果我想要知道一個答案 也許112年還沒過完 所以我不用 假設我要撇除掉112 比如說我假設我希望 統計一個資料的結果 就是104年到111年 就是去年的那個住宅的切到 點位的話基本上指的是發生的位置 如果想要知道它的數量 到底每一年發生的數量 是越來越多呢 還是越來越少呢 OK 那有沒有答案 其實有答案 那怎麼統計分析 其實主要就靠這個資料了 其實以SEL就可以辦得到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找到這個資料 把它點擊進去 你可以看到它底下會有一個 叫資料下載的網址 其中有一個CSV 那你可以把它點下去 這個CSV其實 就可以直接用ESEL把它開起來 也就是說呢 它可以直接在ESEL裡面做動作 OK 那底下當然它會告訴你說 它這個資料裡面呢 總共有幾個欄位 有五個欄位 方案編號 案內應該就是住宅切到 然後發生的日期它也給你 然後發生的時段 什麼時間 然後發生的地點 那這個基本上就可以統計很多事情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 到底歷年 歷年的話就是104到110 到底這個切到案件的數量是增加還是減少 怎麼做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發生的地點 地點到底在哪裡最多 也就是說台北市哪個地方的那個 切到案件是比較多的 也就是說治安比較不好的地方 OK 那也許這個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當然我如果再細一步 我想知道 到底哪一條路上面的切到案件是最多的 如果類似像這樣 那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我先有資料 所以請你把這個CSV點擊 那你會發現點完之後 如果你是用Google的Chrome瀏覽器 它會在上面顯示出來 有沒有這邊就有個這個檔案了 那你就把它打開了 所以已經把它下載下來了 那我把它打開 這邊有個下載 然後把這個打開 你可以當然旁邊有個資料夾 你可以先點資料夾 你可以先點資料夾 然後把它點亮一下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副檔名是點CSV OK 所以它這個檔案實際上就是CSV 副檔名是點CSV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 要存成CSV的話很簡單 你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它這邊會顯示說 如果你這個什麼 假設你用CSV的話 有些功能會不見 所以建議它怎麼樣 把它先存成CSV 所以如果假設保險期限 我是建議你可以另存新檔 然後直接把它存成什麼 存成CSV的活業部 原來好像是 原來是CSV 在下面這邊的格式 在這裡 這個 我看一下 原來好像是這個 豆點的格式 然後請你把它改成這一個 原來是這一個 把它改這一個 那主要 改動的 這個 其實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沒改的話 它 將來你處理的資料裡面 只會留下第一個工作表 那其他工作表就不見了 你做了等於白做 OK 所以我是強烈建議 你先把這個資料 把它下載下來 另存新檔 先另存新檔 然後存成什麼 存成這個格式 OK 就是 ECEL的活業部 那副檔名就是 XLSX這個 然後把它先儲存 那我建議 你看存在你找得到的地方 存在桌面好了 這樣比較好找 可以儲存一下 好 那資料呢 就被存下來了 這也是會是一個 ECEL檔案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出結果 就是 到底歷年的切刀案件呢 是變多還變少 那這五個欄位 如果我要平均讓它分配的話 選A到E 快點兩下就可以了 那就自動調整 比較整齊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歷年 可是你有那個年那個欄位嗎 好像沒有耶 所以 它有提供給我發生日期 那其實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拿發生日期裡面 的前三個字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 這邊前面不是 104有沒有 那底下應該有105 106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先做第一件事 獨立出一個欄位 叫做年好了 那就可以統計分析了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再把剛剛的重點回歸 第一個 請你在那個 Google上面查開放 開放資料 然後第二個的話 請你在 這個開放平台裡面 輸入叫住宅竊道 按搜尋 會找到那個 這個叫做台北市的住宅竊道 那當然 未來你如果要練習 其實其中報告 我是希望說 我是以這個當範例 那你們如果假設 對其他的資料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再做別的 比如說你可能住在 你可能自己家裡住在台中 那你希望台中的那個 切刀案件是越來越好呢 還是越來越不好 那你可以跟台北比較一下 那你就可以拿這個資料 稍微把它做出結果出來 你就會比較說 原來不同的那個 這個市長好像真的對治安是有影響的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們請看 請看